大家好我是小瑜老師 欸不知道上次的節期 大家有沒有想出來呢 那我們今天呢 可以看到這盤期 我們要換個模式喔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期盤上這個期呢 是我下 往期的期 那今天要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這盤期的自戰解說 那這盤期呢是 我在往期八段下 那時間是下 一分鐘二十秒 三次的期 好那我們馬上先看到 上邊這個地方 現在開局下到這個地方呢 黑期現在打入 那 給大家一點時間想想 這時候你的直覺 會是下在哪裡呢 白期現在要怎麼應對呢 往底下 踢一個 還是往上面 或者是往上跳 大家 好 我來公布一下 我先講 我那時候 下了一首期 我那時候是飛在這裡 可是 隨後呢 我就覺得 這首期 非常的不好 非常的臭 那黑期一跳上來 好像 這個這邊 旗行非常奇怪 那我之後 在做 復盤檢討的時候呢 我就去跑AI 發現有一個想法 其實 AI帶給我的一個想法 我覺得其實 還蠻不錯的 他是決定飛在這個地方 那 有時候其實 這邊的 空好了 被黑期破掉一點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其實我實際上 下在這個地方呢 黑期這邊 搬完街上 好了 以後啦 以後有機會搬完街上 我這裡好像也沒有什麼空 的樣子 所以他覺得 這時候白期走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今天 我們 擺一個 就是 可能會想到的 黑期這個地方啊 有祝活的手段 那黑期可能會拖一個 點板 這是一個 還蠻 還算蠻常見的 祝活手段 那這時候我接起來 那這時候 白期把這個地方 跳出來 黑期跳一個補活 之後 白期再把這裡 給圍起來 這也是一個 還蠻好的想法 甚至這樣的勝率 是比較好的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黑期啊 他雖然有一些 固守的這些地盤 可是其實 白期這邊的發展性 是蠻大的 而且之後黑期其實是沒有什麼發展性的 到這個局面 其實是白期 稍微好一點的局面 所以啊 這個局部呢 其實 白期最好的下法呢 是從上面 把黑期給蓋住 然後逼黑期在底下做火 好 嗯 接下來呢 我們看到 這個局面 中間啊 經過一陣 亂戰之後呢 現在白期的局面 有點 不是這麼好 那 平常腳上啊 這裡我們應該是搬一下 搬一下 再跨段 那我這時候呢 可能也急了 我急著把這個地方呢 的白期做一個定型 我直接 那時候直接跨段 直接先選擇先跨段的部分 那黑期打了一個 對手黑期打了一個 好 這時候 黑期選擇 鼓在這邊 好 給大家幾秒鐘的時間思考 這裡是不是好像 我們出事了 這邊呢 這個地方要小心喔 我這裡面有先搬一個 先做一個搬 那這個時候呢 黑期其實應該要直接單截 在這個地方 那即使腳上被我 搬完之後 打吃好了 這樣子 黑期也算是 還不錯的情況 那 這裡白期還沒有補乾淨 那它實在 補在一個 補在這個地方呢 明顯是 出現一個失誤 這個 這個旗型呢 要小心喔 補在這裡的時候呢 白期會怎麼做呢 白期呢 打吃一下 這下打吃完之後呢 再搬一個 好 這時候黑期叫吃 白期就可以在這裡做結 這個旗型呢 應該算是實戰還蠻常出現的旗型 所以才想說 把這個地方的旗型呢 稍微 抓出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地方容易 不小心 出現了失誤在這裡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在這邊打結完之後呢 等一下會講到呢 收官的部分 有一個 蠻特別的妙手 我要拍一下 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講的 最後一個舉過 現在 白期的 木樹 可能有點 不太夠 那這個地方呢 在 底下 邊邊的這個地方 其實有一點點 機會是可以 再多賺一點 木樹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局部 大家也可以先稍微想想 那提示一下 就是 這個地方呢 欸 好像有點東西 然後這個地方呢 白期擋上來的時候呢 白期這邊如果擋到的話呢 黑期如果不補的話呢 裡面這邊呢 是一個打結的局部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呢 白期放在這裡的時候 如果黑期想要做眼睛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會變成近死 那這時候呢 黑期呢 要擋在這個地方 讓白期長 那黑期撲進來 白期提掉 就變成打結的局部 所以這個地方呢 白期有一個算是 先手的 手段 公布一下答案 這時候呢 在這個地方先扳了一下 如果黑期要選擇 接上的話呢 白期就可以再扳 這時候黑期不能退 黑期一退 被白期貼在這個地方 這時候裡面 剛剛那個先手 這個先手就 就有用了 裡面可能就變成打結的情況 那這樣就要再算一下結材 所以這時候呢 如果今天黑期已經看到 這個手段 然後覺得 直接打不贏的話呢 黑期會選擇 打遲在這個地方 那白期撲 這時候 黑期只能提這三顆 白期提掉 那這個地方呢 欸 明顯 白期就算是初期了 有賺了一點點 這也是 我們最後要分享了一個 實戰用到的手段 本來這個其實算是一個 可能結期版 做節目會做到 然後左邊也是 所以它等於是兩個 結期合在一起啊 然後在實戰呢 我們展現出來 然後使用出來了 然後 這邊搬完之後呢 這邊 看他一起選擇搬 搬 搬上 提掉 黑期擋住 好 那這個地方呢 對手這時候選擇打屍 我提掉 再提回來 到這裡呢 其實 這裡目數就有點反轉 現在呢 變成一個白期好的局面 但是其實還是 咬得非常的細 就是 雙方局面還蠻接近的啦 這樣子 那至於最後啊 對啊 最後誰贏啊 約翰老師 最後誰贏啊 我覺得 給大家猜猜看 好不好 給大家猜猜看 大家可以留言在底下喔 好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掰掰